逛完下来有点饿了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 接近6点钟了 两个人都肚子饿饿的 我们去刚刚那个大姐家吧 对呀 她说他们这里有做菜 看他们家的菜怎么样 这么远都看到我们了 你刚说有菜嘛 我就想着来这里吃点菜 想吃再新了 对呀 对呀 看一下咯 我们的菜很甜的 现在那个在收拾下很甜 自己种的吗 自己种哦 你们看 你们看 长得不是很老 就是好吃就行了 这个是白菜 这个是荆菜 可以哦 可以哦 你炒个青菜给我们吃 然后还有什么菜吗 煎鸡蛋 煎鸡蛋 可以 还有什么吗 腊肉 腊肉炒什么 腊肉炒菜心也可以 腊肉炒菜心 然后再来个煎鸡蛋 那我们在这里就简单吃一下 嗯 她在剥鸡蛋吃了 好吃吗 人家还没吃 对对还没吃 因为我们中午没吃 对 所以来到这边就肚子饿了 吃了点零食吧 在路上 好 谢谢 慢慢吃 嗯 好 来 吃菜 吃菜 这叫什么菜 金菜苗白菜苗都有 金菜苗白菜苗都有 其实她这个菜很苦 她不是说是甜的吗 是苦的 是没熟 没熟 她没熟那怎么办 再煮一下呗 有点尴尬啊 吃个饭 这样不熟 时间太短了 对 时间太短了 她准备不急 要炒菜要做饭 嗯 等一会儿吧 我们先吃点菜 炒饭 我们又煮了一遍 才把这个饭给煮熟了 这就是旅途上所有不可预测的事情 对 主要是盼你饿到了 我们刚刚吃的那个地方 我们没有问价格 就直接进去了 刚刚炒的那个菜 我以为顶多就二三十 没有两个菜加起来一共八十 好贵哦 不过景区嘛 估计都是这样子 会比其他的地方要贵一些 去县城吃或者山下吃都好一点 我们现在去县城吧 找个地方住 我们上山的路就是这样子的 哎呦 好急的好急的弯 大家来这里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蒙哥是邱明山车神吗 不敢当 抬举我了 抬举我了 当地的男士是戴着这个红头巾的 他们这红头巾 据说有三丈长 这三米多长 避邪用刀 对 那么多人了 吃饭 可能是红白市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龙 这是蒙梦 然后这是半斤 这是我们来到连南县的第二天 昨天我们就入住了这个宠物友好型的酒店 半斤在这里好开心 他可以自由的跑 然后今天我们要去干嘛呢 萌萌来说吧 昨天那个半斤不是去那个村寨吗 然后那个下雨了 结果他那个毛就被那个雨水弄得有一点味道 有点臭臭 对 有点臭臭 所以他现在是一个臭臭狗 就要去给他洗澡了 给他洗一洗 那接下来大家就跟着我们一起去联州去逛逛吧 不过我们今天在这里续房了 所以我们就只能回来今晚回来这里住 但是我们今天就去联州一趟 给半洗澡 走吧半斤 走 走 冲啊 绳子 绳子 绳子拿过来 绳子 他咬得到 来拿起来 哎真乖 今天好暖和 昨天好冷 对啊 昨天晚上空调吹暖风 现在吹冷风 下来下来 下来 装出洞了 来 上这里 好大一片 真好看 欢迎再来连南 他知道我们要离开连南也行 昨天我们去那个窑寨的时候 那个阿婆她不是跟我们说客家话吗 然后今天回来查了一下那个资料 确实是 就是他们这边的窑族也会说客家话的 尤其是老一辈的人 对 所以说这就为什么那个阿婆她也会说瑶宇 也会说客家话 我们能交流 我们现在到哪了 到了廉州市 前面是一个文化广场 我看到地图写的是刘雨昕文化广场 你还记得刘雨昕写过什么吗 我们不是上学学的那个山不再高有限则明 水不再深游龙则明 真不错 所以她那里有一座山 对 陆世明她写的 嗯 她是被贬到廉州来的 她被贬这边来了 对啊 就跟苏氏贬到惠州一样 对对对对 然后她应该在这里做了很多贡献 所以就是当地人为了纪念她 就建了一个文化广场 六月西文化广场 对 龙哥我们晚上吃什么呀 他们说我们来这边没有吃到正宗的清卷鸡 要吃白切的 他们说必须得吃白切的才是正宗的清卷鸡 我们之前吃了太多白切鸡 对她说首先要选白切 你要再选真的鸡 真鸡 你要再选你那个炭烧鸡 我们那个才拍第三啊 第三都那么好吃了 你是会说话 对吧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士林瓦包鸡这里 他们说这个瓦包鸡很好吃 所以我们就找过来了 很多人推荐我们吃白切鸡 但是白切鸡 我们真的吃的太多了 年初一吃到年初七 不是吃到年初十五 一直在吃白切鸡 所以今天我们要吃吃不同的味道 凉歪 凉歪 好 那就来一个这个套餐吧 他们是用这个瓦包 直接包的 坐在炭火方面好温暖 可以卡手 他这个可以围炉煮茶 冬天的时候 你看炭火超级暖 很适合大家在那聊天 闹口 磕磕瓜子什么的 是我们的吗 应该是我们的道乐 是可以直接吃了是吧 可以的熟的了 冒着热气 好香啊 闻到了 三文法 那我们先吃 我给你夹一块 我想吃一块有鸡皮的 这块 别笑我 别笑我 它是那种酱香味的 咸香 带一点甜口 但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是属于我喜欢吃的那种味道 所以今晚上我们可以炫两碗 炫两碗饭 它那个酱汁有一股酱汁的味 所以就有点甜口 那你从你的那个评分系统里面给它打一下分吧 满分十分 那就9.2分吧 9.2分 这么高啊 9.2还高啊 剩下0.8成为第一块不是我的 完了 明天还想来吃 啊 什么 明天还想来吃 这么巧 我也是 我们都一直觉得很好吃 那明天还来吃吧 反正不远 距离那个连南县不远 所以我们开车过来就半个小时了 真不错 那明天我们出发之前可以再来抽我一顿 我们现在去结半斤吧 真乖 走吧 我们回去 香香了 两根甘蔗 两根甘蔗 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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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根甘蔗 我们现在回来了 来半斤过来 给大家看一下 洗完澡后的半斤 毛发又油顺了 好香啊 而且我是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剃腹底毛的 半斤长这么大 洗了那么多次澡 都没剃过是吧 都没有剃过 其他商家都没有说过 来躺下 躺下 对 你看 就是这一片区域给它剃掉了 打个麻 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就剃了一片区域 他说这样子 那个狗尿尿的事就不会见到那个毛了 比较干净 嗯 嗯 我们都不知道 以后就知道了 OK 那今天是别着急 我们下次不去村落了吧 半斤都不能去 对 对 我带半斤去一个地方 空 开阔一点的 空一点的地方 可以让它跑 对 你也可以在房间里面跑啊 那么大地方 跑 快跑 来 对 来回来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